七阶局屠夫一局就命中一次 人类真的很难玩吗 那么这一次应该还是我 那么这边的话 屠夫在四合院裁板 那么我们能够看到他的 因为这是先知的一个特质 能够透出他五秒钟 就你每看到他就能透出五秒钟 那么我们开局修机 然后这边都还好 屠夫的话属于在迷茫 像赛季末的话 屠夫我个人感觉是会比较呆一点 但是人类真的也有时候比较呆 那么这边的话心跳了 然后赶快过来 先拉点 记住第一步先拉点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蜘蛛的蛛丝肯定是很多的 慢翻一下 然后这拉点一定要拉点 尽可能往空地拉 然后这个蜘蛛的话 就开始加蛛丝 开始发拉猪了 开始跑起来了 然后我们盖个板子 找个板子盖一下 然后骗一下 他反而我 他现在反而要先知 然后我们往回走 然后我们直接往大防拉 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刚刚沙包里面的话 他就是有他的蛛丝存在那边 他就是可以来回蹭 那么我们要让他变成一次性的蛛丝 这样的话 他们拿到我的 他拿到我的刀 那么这一刀的话 就对于我们人来讲 是非常非常赚 因为浪费他很多蛛丝 不要让他来回利用蛛丝 一定要拉走 那这边的话 吸他两口 然后检查一下 首先没有板子 那没关系 那么手里有飞轮 闪现开刀 好牛啊 这将是你一整局 唯一的一刀 那么我们就是往木拉 因为前面沙包 沙包那个位置有蛛丝 然后大部分的话 我们直接过去的话 不好过去 来到这种木屋这个位置 木屋这个位置其实挺好的 因为有板子有窗户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中转战 是非常好的 因为有闪现交过了 但是千万不要说 木屋这个地下室 然后你死在这儿啊 那么这边的话 我们拉点 弹板加速 然后手里还有鸟 不着急 然后先拉点 他这边的话拉点 那赶快走 发个信 一直发信号 接下来这附近啊 一定要发信号 然后这边的话 看抬手 交鸟 哎呦喂 没打啊 没关系 哎这边的话 等差不多鸟结束的时候 再翻 哎 十四十三 二翻版 哎呦喂 他想卡时间 哎呀 但是没有的时间卡的好哦 西安狗 哎 怎么没有进度条 哎呀 这个游戏怎么感觉 玩先知的时候 老是进度条会消失掉 有的时候很奇怪啊 哎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看到他 老是在绕一圈 然后找这个长板 挺顿一下 果然想反绕我 哎呦喂 小蜘蛛 哇 你在想什么都被我知道了 我果然是先知 哈哈 那么这边的话 哎 看一下他反绕 哎呦 慢点再慢翻回去 哎呦 来吧 这个蜘蛛的话 一直想反绕 但是由于我们是先知啊 就你 你就是 到这种角落里 一定要回 回头看他 然后这边话 前面有猪丝 那么就不去了 我们绕一圈 然后行走一下 哎呦 蜘蛛好像更丢了 行走 看一下 哎呦 我也害怕 哎呦 哦 从里面出来了 那么赶快再绕回来 哎呀 这种 哎呦 蜘蛛是可以意识到反绕了 可能看到黑点点了 刚刚通过这窗口 看到黑点点 这边话裁掉 裁掉 一定要防这里 第二口猪丝 第三口 一定要防 不要 千万不要被吐 你被吐一下就完蛋了 然后这边的话 哎 再盖板 直接投铁盖板 然后躲口水 哎 这边的话 他踩板 那么就说明 电机快压好了 然后一定要防口水 一定要防 不防的话 就容易出事 那这边的话 他还是看到会会 哎呦 他平时打到 哎呦 开心 可以 那么这时候的话 哎呦 我们跑起来 我们往上忘记跑 然后疯狂问我的 对友 地窖在哪里 地窖在哪 快给我排 然后躲口水 排 快给我排 哎呦 老自己排一下 哎呦 这边的话 四个月没有 然后队友告诉我 这个木屋也没有地窖 那么唯一的一个地窖点 就在大房 看抬手 哦 吐口水了 吐了 直接叫个飞轮 哎呦 然后骗他一下 再盖板 没啥到 哎呦 没关系 那么往大房走 这边的话 吐是吐到我了 但是没关系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再翻过来 快走 我要走地窖 快走 哎呦 二连吐 哎呦 喂 走起来 哎呦 拜拜 蜘蛛 哎呦 还不考慮 一直看我呢 害羞什么呀 呵呵 好 希望视频的话 可以帮我点赞哦 谢谢你们